早上在冰冬館蓋上鄉有廟地留在錄 因為廟宏跟信仲是放這麼多拋子 也去影響到民眾 基本表示說 既然這個活動有聲稱露款 不過也封駭到交通 會來出發 15號晚上 冰冬館蓋上鄉有公廟基盤 平安邀請外島 同村的廟來祝福 放到很多煙火 嚇到民眾 很大聲 冰冬館 大家停起來 都看他放到那裡頭 放到差不多十幾分鐘 一早起回到當地 已經回落過去的冰島 不過沿路又有看到 很多泡湖和本舍 民眾越少越不滿 本舍都沒有拼 都送到我們的拼這裡 他來人桌 住個房子 整個房子 在身上會爆炮 你覺得沒關係 該正小 不過沒有民眾認為 嚴重的外島比較老熱 沒關係 警方表示 外島祝先有神經露款 警方也在祝前 向主辦的公廟開火 要求尊守相關的交通規範 不過根據民眾去壓批 已經明顯 河岸交通 佔用道路違規部分 本分局以依違反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82條 處行為人獲取雇主 新台幣1200元以上 2400元以下罰款 如果有查獲 釋放爆竹煙火 泡穴未及時清理之違規事實 將依違反廢棄物清理法規定 可以採取新台幣1200元以上 6000元以下罰款 對共廟無法上清理現場 環保局要調查實際 有幾個狀況 按照會區務清理法進行財法 相關會等法6000元 記者理想要不少管 彬東報道 政策